绝世强龙第2197章 天下第一 其等贤早就预料到 肯定会有人来试自己的武功 不过 他的魄力比别人想象的要更大 既然你们要试 那就来试好了 甚至 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让你们来试 丁永元笑道父老 拳脚无眼 我找其等贤比较 若是一不小心 伤到你孙女可不好 傅风云变道无妨 你只管出手 他被伤到 我自会找其等贤的麻烦 众人听后 也都是不由惊叹 这傅风云得有多信任其等贤 才敢 让他抱着自己睡着了的孙女 和人比武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体重怎么也有20来公斤的样子 其等贤一手托抱着20来公斤的小孩 还要保证他在比武时不被惊醒 怎么看 都是让人觉得 堪比登天的难度才对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指教 丁永元笑盈盈地道着 体内气血骤然凝缩到了丹田位置去 他话都还没有说完 却已经动手了 如此做派 显然有些不够风度 但是 他此举便是要试探 其等贤的武功有多高 哪里还管风度不风度的 而且 其等贤拖大 抱着个小女孩跟他过招 这让他心中韵怒 甚至觉得如此一来 自己未尝没有胜算 哪个能把武功练到这么高的人 心头能没有一点凹切 更何况 他还是大内的教头 武功很高 地位更高 让一个后辈这么狂妄 怎能忍住 丁永元直接就是一记凶猛无比的炮拳轰了出来 空气当中都因有一股火药味了 这股强烈的拳意震慑人心 不过 其拳意再强 也不如其等贤自身的气场 那股拳意几乎完全被气场阻隔在外 其等贤左手拖着负念响 右手轻描淡写往下一抹 贴住对方的拳头之后 如推墨一般轻轻推去 指一下 就推得丁永元的拳头错开了中线 直接打偏 这样的一下八卦掌 简单到了极点 但大智若愚 大巧若捉 其中蕴含功力之深厚 一般的武术宗师来了 恐怕都难以看出门道 丁永元一拳被推开 当即将手臂一横 背部肌肉炸出啪的一声脆响来 右手如铁边般横扫其等贤的身体左侧 其等贤左手抱着孩子 左侧空虚 正是破绽所在 不过 其等贤又不是死人 不是站着不动的牧人庄 在丁永元出拳刹那 他以移动脚步 轻巧闪避开去 丁永元等的 就是他闪这一下 其等贤动之瞬间 丁永元两手齐发 脚下也再动 右脚提起 快如闪电般 戳向对方的膝盖 其等贤怀里抱有小孩 而且不能让小孩醒来 丁永元就是要打快 越快越好 快到他手忙脚乱 快到他汗流加倍 快到他忙中出错 一面护着小孩 一面应付自己这样的高手 就不信他 还能游刃有余 然而 丁永元接连快攻都是走空 这让他心头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甚至 接下来的一招一式 都宛如牵线木偶 在被对方引着走 但就在下一刻 其等贤猛然停步 空着的手捏出一印 如归四舌 于一瞬之间 五指合拢捏成拳 一股浩荡的拳意 瞬间迸发了出来 丁永元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 一颗金丹在烈火当中烧灼 而后金丹裂开 站出一朵金莲来 这就是道家密手 火里重金莲 丁永元内心当中无比震撼 但还是两手齐出 应接其等弦这一拳 拳硬落下 轰的一声 震得丁永元连退了三步 每一步往后 他都感觉体内气血反正 喉咙发甜 有一股淡淡的腥味 他可是顶尖的单进高手 对自身气血掌控 已是炉火纯青 但这一下碰撞 却还是让他气血不受控制的翻涌 几乎吐出来 更可怕的是 对方怀里还抱着个孩子 直到现在 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 未曾醒来 跪下 没等丁永元喘息 其等弦脚踩 与步往前一静 右手提起 浑圆如天 方正如地 这样的一拳 有皇天后徒碾压过来的感觉 丁永元咬牙 双脚往地上一扎 瞬间气沉丹田 压住气血 跟着马步起伏 两手如同长枪 往空中刺去 正迎上其等弦覆盖下来的大手 咔嚓 两者触碰之间 丁永元的双膝触 便已经传来了弹响 而后 身体发软 不受控制地往地上跪去 巴唧 丁永元的一双膝盖 狠狠砸在地板上 整个人被一股 由上倒下的劈拳镜 牢牢定在了地面上跪着 与此同时 他感觉到牙根发软发酸 一张口 血倒是没有涌出来 但一颗颗槽牙却相继落下 满地都是 好好好 好厉害 有人称说 你是天下第一高手 我还不信 今天交手 算是见识到了 丁永元被打得跪地不起 却并没有恼怒 反而是震惊又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其等贤也没再继续动手 丁永元继续到更可怕的事 你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恐怕三招之内就能取我性命 丁永元的话 说得众人不由头皮发麻 他们不清楚 其等贤的武功到底有多高 但很明白丁永元有多厉害 丁永元居然说其等贤放下孩子 能够三招之内要他的命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武功 今天只是切磋 下次如果是搭手 我可就不会留情了 其等贤淡淡地说道 他将怀里的赋念想 交给了傅丰云 傅丰云老当义壮 抱个二十多斤的孩子 不成问题 傅丰云接过孙女之后 低头一看 只见这小姑娘还呼呼大睡 做着美梦呢 竟未曾被刚刚两人的比武 吵扰到一心半点 哪怕是副派这边的众人 都是不由被其等贤的 如此功力给震惊到了 一个个瞠目结舌 说不出话来 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 这四个字 世间又有几人能当得起呢 黄金兰不由暗想 这四个字的重量太恐怖 足以压死任何人 但偏偏其等贤能够挑得起来 我掉 贤老狗原来这么巴逼的 黄骑兵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见着其等贤大出风头 内心当中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其大师越发深不可测了 黄文朗微微一笑 心中也是无比的高兴 第2198章 两袖清风 晚会于翘无声息当中结束了 一位为大佬都相继离场 武镜中走得最早 他年事已高 而且现在的态度还不算特别明确 所以最早离场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 武镜中走的时候脸色不好看 据说 旁人还听到他冷哼着骂了一句粗笔武夫 但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就有待考证了 可大多数人觉得 这多半是真的 傅丰云让今天发生的大佬 都回去找会计核算核算 然后于明天同一时间公布自己的财产 嗯 你额了这么多的钱 公事出来没问题吗 傅丰云问道 什么额钱 你好好说啊 我那是位教廷创烧 齐等贤一脸正气地说道 再说了 那些钱都是股星司机收的 跟我齐等贤有什么关系 我那账户干干净净 傅丰云冷冷到好好好 你没钱还带百搭斐力 别人会怎么看 齐等贤淡定到我女朋友有钱啊 我老板有钱啊 我财罚夫人有钱啊 这有什么稀奇的 傅丰云嘴角都是不由一歪 想了想也没再说什么 齐等贤的财产公事无关紧要 他现在与官方扯不上半点的关系 让他第一个开口提这件事 只不过是要借个由头而已 齐老爷子笑了笑 说道 我们齐家倒是有不少钱 不过来历都很清白 甚至可以把这些细节 都直接公示出来 我住的那座大院子 也是祖上留下来的 反正 我这辈子 没往不干净的地方伸过手 行得正坐的端 也不怕嚼舌干 傅丰云对此 却是有点忐忑 叹到西年 一位养活了全世界的伟人 摸了下豪车 都被网爆 齐老哥 你恐怕是要承担压力的 齐老爷子听后反乐了 问到老父 你看我们齐家哪个人像是怕网爆的那种 这话一出 问得傅丰云哑口无言 好家伙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事吧 更夸张的是 他听闻齐不语 曾经遭遇过网爆 然后 这家伙顺着网线过去打人 把人给献下真实了 自己打不到的 就直接让朋友去打 生猛得一批 一些家底殷实的大佬 也都准备效仿其老爷子 不单公示个人财产 还要将那些财产的来历都公示出来 让大家做到有据可查 迟早要把这玩意儿写进法案 所有人上任第一件事公示财产 其老爷子冷哼一声 说道 几人正说着呢 就见宋家瑜走到其等贤的面前来 道还我红包 其等贤问道什么红包 宋家瑜就到昨天你说 有人可能针对我 但今天并没有 你当然要还我啊 其等贤说道我说的 也只是可能而已 红包是你自己送的 哪里还有再要回去的道理 傅风云等人一听 都是忍不住轻拍自己的额头 今天这场晚会 大佬实在是太多了 宋家瑜虽然家事背景不俗 但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也只能算是小虾米 没谁在意他的 大家聊了几句之后 都相继离开了 傅风云给其等贤单独拉到一边 跟他说了一些事情 红包和龙门两大社团的大佬 都没露面 他们在等待机会 关键时刻会振臂一呼 全力支持大公堂 所以 大公堂 是未来很重要的一环 你今年务必要经营好 傅风云认真叮嘱道 好好好 我明白了 其等贤满口答应 另外就是 得利用好你教皇接班人的身份 这个身份虽然看起来是 宗教头子而已 但实际上有非常浓郁的政治色彩 傅风云又道 其等贤随口应付完毕 给老家伙送上了车 这才松了口气 跟这些老家伙打交道 可真不容易啊 黄文朗这才有机会 带着黄骑兵过来对他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其等贤 今天黄骑兵必然会在晚会上出个大仇 然后做食染上毒瘾仪式 他黄文朗也将因此而陷入泥潭当中 难以自拔 老朋友了 谢就不必多说了 大家未来还要风雨同舟 相互帮扶 乃是应当之事 齐等贤对黄文朗说道 贤老狗 你今天真是风头出镜 巴逼得不行啊 虽然我很不想承认 但也不得不承认 你的身份地位比我牛逼多了 黄骑兵感慨着道 齐等贤不屑冷笑 道哥们一直都很巴逼的 只是你狗眼看人低 黄文朗道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斗争已经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了 而且有些人手段下作 连阿斌这种无关紧要的顽固 都要针对 听到父亲评价自己为无关紧要的顽固 这让黄骑兵心里觉得憋屈 甚至想着要不要回到香山 就开始兴风作浪 然后大吼一声 我爸是黄文朗 不然的话 自己岂非白白背了这顽固的骂名 是啊 香山的局势还是要靠你全力稳住 雷老已经不在 雷家的影响力不如从前 需要提防很多事情 齐等贤说道 放心 凭我的能力 稳住香山的局势还是很轻松的 黄文朗自信地笑道 他在这方面的自信 就好比齐等贤跟人比武时候的自信 说这话的时候 他这个人都充满了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齐等贤又转头看向黄骑兵 道 明天你就立刻启程到玄武山去找张天师 请他帮你治疗 我等会儿回去之后 就给他打个电话过去 黄骑兵道 这么急 齐等贤道 这种事情自然是早解决早轻松 万一又有人在关键场合借此害你呢 这次虽然能控制住 但下次就未必了 黄骑兵听后觉得这话也没错 便立刻掏出手机来安排明天的机票 今天的这场晚会 虽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 但暗流涌动 精彩程度一点也不弱 最后齐等贤与丁永元的比武 更是锦上添花 同时 这也让更多人认可了他天下第一这个威名 文无第一 无第二 要做天下第一 那得多难 今夜的赵家 怕是很多人都难以入眠了 不过 齐等贤这一觉 却是睡得很好 无比安稳 第二天一早醒来 便对外攻示了个人财产 二当家两袖清风 一身清廉啊 第2199章 未来可期 随着齐等贤攻示个人财产之后 副派的各位大佬 也都纷纷效仿了起来 一时间 引起了莫大的轰动 齐等贤又接到黄冲打来的诉苦电话 说是工作多得快要忙不过来了 最近投校大公堂的人很多 得多安排几个员工进来帮忙 而且 意大利的黑手党咄咄逼人 时常在华人社区当中闹事 他与意大利政府沟通 然而人家却根本不给面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便是 运营费用快用光了 催促齐等贤赶紧打钱过来 齐等贤听后不由烦躁 随即表示会立刻转账 黄冲就到师父 我来这边一段时间了 你还没给我发工资的 齐等贤顿时勃然大怒 什么意思 恶意讨薪事吧 啊 黄冲吓得不由一个哆嗦 说到我这正常讨要薪水而已 而且你当初承诺了我的 齐等贤冷哼一声 说到钱我不想给 工作又想让你做 你看应该怎么办啊 啊 黄冲哭笑不得 然后又说起 华人社区那边的人 请他今天一块去钓鱼 聊聊怎么解决 意大利黑手党的问题 钓鱼啊 那你记得带头盔喽 齐等贤便道 什么意思 黄冲愣了愣 没听明白这什么意思 齐等贤只说 自己会尽快搞定手边的事情 让他先撑一撑 然后将电话给刮断了 这个废柴 也就是哈希腊妈那小子 年纪还小 不然的话 可以让他去帮忙 算了 先这样 齐等贤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然后开始关注各大媒体的报道 要看看他们 是怎么讨论 今天突发的这件大事 随着各大媒体反应过来之后 先是向上请示 然后立刻开始撰写文章 一篇篇报道 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传播了出来后 大家先是嗤之以鼻 一点也不相信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报道 发现这是真事之后 都是不由震惊了 于是 网民们纷纷在下面留下了评论来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观点95%都是正向的 都是表示支持的 甚至感叹 富丰云有大魄力 有高尚的人格 富派众多知名大佬 也都是得到了大家赞扬 点赞可谓是一片飘红 大家对于公事个人财产这一举动 都无比赞赏 文明是一股潮水 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的 齐等贤看到这些评论之后 也是由衷开心 人心所向 方能视如破竹 无往不利 老夫这一招釜底抽薪 可谓独拉到了极点 这样一来 人心都被他所收拢了 而那些坏人 投鼠忌器 不敢效仿 只能是在这种大趋势之下 不断走下坡路 齐等贤心里暗响 不多时 齐等贤就接到了 副派大佬打来的电话 邀请他参加晚宴 算是庆祝这件事的成功 此事 齐老爷子老早就提过 只不过获得了一致的反对票 如今 局势不同了 能够与敌方分庭抗礼了 此事抛出来 虽未能入法案 但被各位大佬执行了下来 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了 这是朝文明跨出的一大步 齐等贤联系了神皇卫士 将昨天黄金兰与晚会上的讲话附属 副总编杨倩了解情况之后 便立刻亲手执笔来写这篇文章 大概也就是两个小时后 神皇卫士这边的新闻报道出来了 黄金兰昨天摘字 聊斋的那一番话 被引为重点 一时之间激起千层浪 网民们看了这篇文章后 都是不由积节赞叹 想不到一介女子竟有如此决心 竟有这般敢说真话的胆量 于是 她们都开始自发传唱 黄金兰摘字 聊斋 当中的那一首小诗流行程度 甚至一下子盖过了当下最新潮的流行歌曲 黄金兰在这篇报道出来之后 就变成了焦点人物 很多人都在谈论她 都在赞扬她 并将她树立为榜样 让那些失位素餐的家伙 好好向她学习 神皇卫士的报道 是你让人搞出来的吗 黄金兰直接就给齐等贤打来了电话 问道 是啊 副总编亲自操刀的 水平还不错吧 齐等贤笑呵呵地道 黄金兰不又叹了口气 说到这一下 我算是彻底站在风口浪尖上了 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恨我怨我 齐等贤平静道 没关系 出出风头也好 有更多的人支持你 那些想要对付你的人 便会越发忌惮 而且 这会成为你未来仕途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你大有弊意 黄金兰却道我不想出这些风头 脚踏实地把事情做好 问心无愧也就好了 齐等贤笑道 你到更高的位置上 才能做出更多的大事来 问心无愧 那是必须的 我也希望 你能够一直这样坚定地走下去 黄金兰的语气当中 却还是有些称怪 这风头一出 让它成为了此次事件当中的焦点 风头固然大 但麻烦肯定也不小的 行了 晚宴上再见吧 你参加的吧 黄金兰问道 是的 齐等贤回应道 都说人怕出明珠怕壮 黄金兰在这个关键时刻 大火了一把 肯定会惹人眼红 也让那些人极恨 洞赴风云 他们没那个胆子 但要针对黄金兰 却还是很容易的 其实 齐等贤也考虑到了这点 那些人要对付黄金兰也好 他们只要一动手 就肯定会有破绽 届时 抓住破绽 将他们反制即可 现在的富派 已经不再像之前那般 需要忍气吞声了 黄金兰这感旗帜 既然已经立起来了 谁要敢向他伸黑手 那必然会将只手 给打断 当天晚上的晚宴 在一家档次适中的酒店当中举行 于今天进行了个人财产攻势的大佬 几乎全部出席 帝都当地的 还带了家属来 齐等贤也不慌不忙地赶来了 他到场之后 先是与富丰云 以及几个重量级大佬打了招呼 齐老爷子今天没来 说是不想凑这个热闹 他已经退休多年了 也没兴趣参与 齐等贤被安排到了主桌坐下 放眼望去 这主桌之上 基本没有一个年龄低于五十的 他坐在这群成熟稳重的中老年男人堆里 还真是显得格外的显眼啊 第2200章 成就 主桌的阵容搭配 明显让人觉得有些怪异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唯有齐等贤一个年轻人 别的桌上的大佬举目看来 也都是觉得有那么一点滑稽和好玩 不过 齐等贤坐主桌 是绝对有足够的资格的 论资排辈这一套 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是行不通的 魔都陆战龙遭诬陷一事 唯有齐等贤于楚 到二人挺身而出 并斩杀谢狂龙 为伸张正义 而背上叛国之骂名 为减除上官家族之威胁 万里非赴米国 进行斩首行动 诛上官家族首脑 于香山驻黄文郎稳定局势 并帮扶雷家 让其免于被恶狼瓜分之下场 之后又于京岛将赵派势力 彻底扫地出门 使贺朵连掌控了京岛赌场不说 还在红邦一众高手的威胁之下 击杀颜木龙 在蓬莱又驻左臣成功登台 展科拉克与马下 给宋家与孙家鼎力支持 让大家都看到了和平统一之希望 于南洋福大厦之江青 平定卡不赞之叛乱 挽救数十万华人同胞 破灭赵家阴谋 无论是哪个大佬 提及其等闲这个年轻人 内心当中都只有佩服两个字 放眼天下 有谁能有如此魄力 如此能力 黄文朗不由叹息到 其家真是人才辈出 看来 家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黄家要努力学习 黄金兰道 好的当然要学 坏的就别学了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黄文朗道 糟粕何在 黄金兰道 其家 一门接老六 没有一个有好名声 这点可千万不能学去 黄文朗听后哑然一笑 微微点头 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特别是其不语 那简直就是活颜忘 帝都这边 人见人怕 哪怕是老一辈的人物 见着他 都会头皮发麻 王老爷子 更是将自己最爱的座驾 亲手送出了 可想而知 这人有多恐怖 傅风云端着酒杯 站起身来 说道 今天是个 值得高兴的日子 不是因为 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也不是我们 得到了怎样的胜果 而是 文明往前跨越了一大步 诸位都是手续之人 都是拒绝野蛮 而心向文明之辈 所以 今天邀请各位来 同饮一杯酒 历史 将会以浓墨重彩的方式 铭记今天这一笔 众人 也都纷纷起身 端起酒杯来 一饮而尽 大家今天都很高兴 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 吃吃喝喝 聊些简单的话题 气氛一直都很好 等到酒足饭饱之后 都开始端着酒杯 窜来窜去 相互交流了起来 小黄是手 你今天出了大风头了 这是好事 也是坏事 回到天壤后 或因此事 你的一些工作将很难开展 但好的是 人民都会支持你 你将会备受关注 也会有更多的压力 不过 你也放心 我们不会任人来抹黑你 有什么好的想法 就大胆去做 一位管理新闻媒体的大佬 找到黄金兰 对他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 黄金兰听后也是凛然 双甲被酒气蒸腾得略微粉红 他郑重地道 我当以那些革命先烈为榜样 去捍卫每一个人投诉我的权利 大佬听到这个回答不由微笑 觉得黄金兰这人不但有思想 而且说话也很有水平 很值得培养 晚宴当中 忽然加入了两个人 龙门总会长李和图 以及红帮总会长陈元北 哟 李总会长 陈总会长来了 其等闲笑道 对着两人拱了拱手 行江湖礼节 两人也都是抱拳拱手 说到见过大公堂领袖 虽然大公堂的重启 需要两人点头同意 但是 大公堂领袖的级别 却是在两位总会长之上的 如果是别人 恐怕绝不可能同意扶持一个坐在自己脑袋上的领袖 但他们两人皆是雄才大略之辈 有大格局 不在乎这些 更重要的是 他们相信其等闲的为人 爱真理胜过权力 并非崇拜权力之人 所以 这才放心大胆地支持赵思青重启大公堂的决议 这就是武进中总结的那句话 得道者多助 西天龙门分舵平定之后 我们龙门内部的矛盾 差不多也都被我处理妥善了 也得是你 不然的话 一般人还真难以解决西天省的问题 李和图对着其等闲笑道 解决西天省之事 可是出动了其不语 赵洪秀 久亨这等顶尖高手 换了别的人去解决 恐怕早就死在了詹姬的手里 所以 李和图这番话 并没有什么夸大其词的地方 陈元北则是说到 我红帮虽然与你有些矛盾 但好在传承优良 社团的核心一直未变 有些东西现在只是口号 可也无人敢唱这个反调 李和图道不过 现在还不是我们放话 全力支持大公堂的时候 实际未到 陈元北道不错 这个时候开口 反倒会有很多麻烦和变数 等到你大公堂的威望再高一些 在海外真正做到了一呼百应 我们两家便联合发声 全力支持 届时 大公堂的声音 便能做到真正的震聋发聩 纵观全球 也在无一人有其等贤这样的光环 能够驾驭得了大公堂 并让其重回巅峰了 首先 根本就没有人能使唤的 动酒哼这尊混世魔王 其次 也没有人拥有其等贤 这等晚就几十万同胞 于水火的成就 让海外同胞对其幸福 其等贤说到好 不靠你们两家 我也有把握 让大公堂重现往日的声威 得到海外同胞拥戴 两位总会长当前目标 还是稳住内部局势 不要给敌对势力 见缝插针的机会 李河图凭借其等贤的帮助 是把龙门内部的钉子 拔得差不多了 唯一有些不稳的 就是陈元北所掌控的红帮 其作为底蕴的红花亭当中 有不少老鬼 都对其等贤怀有恶意 赵玄明近期没有露过面 不知道在钻研什么 你要小心 李河图提醒道 管他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其等闲听后一笑 显得很豪迈 两位大佬与其等闲聊完之后 便静止离开 毕竟 他们身为社团总会长 身份敏感 不宜长期留在此地 今夜 不少人都直接醉倒 被各自的秘书和属下搀扶离去